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堆的频道 大家可以看到老堆出道视频的主角 雨昕13124 木马人今天又出镜了 这是为什么呢 噔噔 因为木马人的动态升级包终于出货了 现在就可以把静态版本的木马人改装成可以遥控的动态版本 据说动态版本在机械传动方面的还原更加优秀哦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木马人静态版的拼装视频 欢迎到老堆的频道里查看哦 第一个视频就是的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看看动态升级包里有什么宝贝吧 开箱哦 动态升级包内共有9包用于改装的零件 动力组件方面共配有两个XL电机 三个M电机 一块电池 一个遥控器 和两条延长线 另有动态版说明书一本 动态版的改装还需要使用静态版中的贴纸和碳纤维十字轴 静态版木马人改装动态版 第一步就是要把之前拼好的静态版木马人拆掉 让我们开始吧 耶 昨天花了一个多小时把静态版中把人技术的开解 好歹不是所有的部分都需要转工 车体的部分包括前桥和后桥都是可以保留的 只需要把车架以及中间的变速箱部分拆解就可以了 我们下一步需要进行PF组件的测试 如果电机和电池都正常工作的话 就可以开始冰装动态版的木马人了 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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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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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